好这个明点刚刚看到的是班农的公开网路影片的片段 美国现在可能也是进入了某种程度的超限战 那这个不管是FBI或者CIA都有更大的动作 对刚刚谈到的是两个层次 一个是这个情报战另外一个是网路战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情报战的部分 就情报战的部分我们看到刚刚这个公开说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公开招募会中文 而且要会写会听会说 而且要了解中国文化不是只有简单的语文程度而已 那他要求是要美国的公民 那事实上他用中文来招募 那还特别直接讲说这一个招募 他是用翻译员这样的一个这个职称 那说对这个联邦调查局的任务至关重要 那到底是什么任务这么重要 当然两个层次了 第一个先讲近的 近的因为先前这个FBI局长瑞一 他不是公开吗 出来点名这个中国在美国的渗透 那这个手头上五千个案件中间有一半 两千五百件都跟中国的舰铁有关 那或许是因为要进行所谓的反情报也好 要进行这个对中国舰铁的反证透调查也好 所以的确这个翻译的人才不够 所以需要大量中文的这个人员 来了解说这些情报源在美国的作为到底怎么样 不过这是一个算是还是比较被动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因为两千五百件的这个案件的确会调查不完 这个人数可能需求很高 那第二个部分我会认为就我们过去长期在观察各国的这个谍报活动 那甚至国安军情的相关的作为来讲 像这样的一个招募活动 甚至都不排除事实上翻译员就也是一个情报员 他对内可能是来用来做调查之用 但对外可能也是有必要的时候也会派驻到其他地方去 而且就是可能针对中国 所以你需要有中文的这个造诣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事实上过去我们长时间观察美军内部 包含像我们进的夏威夷那个印太司令部 里头有很多事实上是华人 他就是本来就在做这个就是会中文 然后在负责美军内部跟这个情报有关的工作 那我们知道我们美军这个电针的科技非常强 最近看到美国军机在台海周边飞来飞去 这么多对中国大陆接收到的电子参数也好 那你不要讲是那种跟武器系统有关的 很多是譬如说人员之间的对话 或者是说很多这个可能是内部 他们这个军队的内部的这个动态状况 这样的一个大量的情报 事实上你如果没有懂中文的人 而且特别大陆有这么多的方言 那可能不是只有懂北京话就能听得懂 那有需要这样的这个情报 情知上面的解读 事实上在我们一般来说 正常来讲所有收到都叫情知 但是你要进行解读判读 才能获得有用的情报 那所以需要这样子这么多的一个中文人才 所以才有可能这对于未来 可能美国在做相关的准备 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 我们看到最近美军 美国他整体上来讲在南海议题也好 在其他对中的议题上面来讲 你要讲说他在备战 事实上的确有个备战的作为 是不是会真的打到热战不见得 但是在这之前你看到外交战 你看到法律战 现在这个情报战都在做准备 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 还不是只有FBI 事实上我前日看到资讯 连美军的特战司令部 海豹部队这个三角洲部队 过去只负责斩首攻坚 他只要反而任务给他 定位给他 他进去他只要负责执行 他的这一个军事任务 现在连海豹部队跟三角洲部队 都要接受中文的训练 那到底目的是为什么 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 未来他的战场在哪里 才需要用到中文 所以这全方面的这个都在做准备 那这个是一个情报战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谈到 刚刚也讲到说这个CIA 他是中央情报局 跟FBI又不一样 CIA主要是负责这个美国海外 海外的各式的情报作为 CIA获得这个美国川普总统授权 可以在进行网路上主动攻击 那这个当然我们先前事实上 也谈到过 美军的这个网路司令部 是同时间他也获得授权 就是说他133支部队 在这个遭受到海外 对这个对美国本土关键设施 或者美军部队进行网路攻击的时候 马上可以不避这个经由总统 过去必须要这个亲自同意 他可以主动就进行反击跟攻击 那现在CIA获得这样的一个授权 也就是表示说的确 这个美国全面性的在网路作为上面 他也准备进一步 这个转手为攻 那这样的一个作为事实上 是不是真的已经发动不晓得 但是最近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 特别在伊朗 那美军有没有真的发动 伊朗他在这个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把最近很多事情全部把矛头指向 可能是美军的网路攻击 不管是CIA也好 或者是美军的网路司令部 特别是伊朗从上个月月底开始 一开始有军事这个基地爆炸 后来他的浓缩又的这个核电厂也爆炸 后来有这一个联德黑兰的意愿也爆炸 后来有电电所有工厂 陆陆续续爆炸 那伊朗第一个反应 这就是美军的网路攻击 但是后来经过调查 在内部探勘会发现 那个爆炸事实上是带有火药的 而不是只有透过网军直接 譬如说瘫痪你的电力系统 让你没办法运作这么单纯 所以后来他就又开始怀疑说 这可能不是网军 这可能是譬如说这个无人机来攻击 或者是远程的巡异飞弹偷偷打 但是后来又发现说 好像也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内部有些地方外部 如果没有穿透的话 里面不会引爆 所以他最近又开始怀疑说 这可能非常有可能是以色列特工所为 所以对所以就就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那最近这一连串事情 让德黑兰让这个伊朗政府 已经非常这个担心 可能是不是美国要对他进行攻击 所以他最近的防空部队全面提升战备 就不断的在这个监控 这是不是有可能 这个美军的无人机也好 巡异飞弹来袭 那这样的一个网路战 跟这一个整个所谓情报战的一个攻防 我认为都是在美国 他在做所谓的军事热战前的一个重要准备 那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如果说他真的可以用战略威责的方式 逼迫敌方就这个放下屠刀 这个立地成佛 就是跟美国屈服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就不用这个打到所谓的军事热战 好我们稍后回来